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见会的强强对决 观察方紫禁城对面取乎孔妙 双方还是国标打国标,阴阵打阴阵 开场的话,咱们先来看一下速度 观察方这边是拿到了峰隙的速度 对面是拿到了两个输出的速度 这三个应该是现在国标对标之下 最主要的两个速度 剩下的就要看双方谁先能 打破这么一个局面吧 因为他们现在点杀的节奏都算是比较快的 尤其这边紫禁城也换了新指挥了 徐克那边国标打得也不错 所以说这两个团队啊 就以东方的打法 紫禁城现在的指挥应该是东方啊 以东方的打法的话 也不会拖得太靠后 流云 平时咱们看雪山的比赛 雪山是有这么一个特点 就前期起步也比较的快 那观察方已经开始点杀了 平时看雪山他是中途 就可能10到30回合之间 雪山没有太多的一个动静 就中间会打的节奏慢一些 就开场刀还好 狗女儿趁能出宝宝 宽量虽然把对面大糖点了 但自己这边宝宝缺的有点多 他得稍后把宝宝补一补 对面也可以趁机补一补王娘追回 然后划身是赶紧别人信了 一把侵蚀 观察方也是一把侵蚀 但观察方是什么灵的侵蚀 他什么灵的侵蚀 他就能点呀 继续清跑吧 神佑 那这个侵蚀也算是白给 主要是宝宝摄影 仔细洗澡 对面大糖也可以站起来 王娘追回 刚才也补上了 诅咒之伤直接反点 这是怎么反点 大糖那边被封杀 现在还没聚见呢 就单靠神灵和前半的宝宝 因为第五回合没聚见了 请三迭 拉起大糖 大糖起指 你这这这没点死啊 对面就相当于浪费了一波操作呀 因为你是上了两个诅咒之伤的 女儿化身色的操作全部搭进来了 现在就是观念方化身色的人心也没叠起来 只能是没倒地反正有上限嘛 他可以接着吃吃药啥 小死亡对面又来了 但是身上是有一个女儿村的封印 上来手的把小死亡和封印全部解除了 这个就比较的尴尬了 一个武龙单解两个状态 大糖倒地 没有小死亡不说观念方还能趁机补上一把王亮追魂 就唯一难受的可能就是化身色的人心比较低 对面有可能还要再点一次 你忍着别说 有继续吧 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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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教一把 漫天 流言火也少 再拿捏對面 大砲 玩家朋友的色打開的局面 我看他漫天這邊是個兩把漫天了 跳的還蠻快的 對面大堂的話是沒有漫天 王兩隻魂 關掉光剛才也是沒能補上 所以大堂這邊對面相當於 比關掉光也就少了一把漫天 王兩關掉光剛才沒補上 好 好 再来个青蛇 那对面是不是也可以烦点了呀 好像也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招出底厅 小爽快点继续点对面 什么都没挂中 看看能不能点伞 能点死的话也行 来一千二开刀 三甲 连着出的三个甲 对面也没想着点杀 就是以青蛆宝宝为主 好像观众朋友那边有 有戏啊 有戏 有机会的 走97 平A点的法器啊 但你没打出163便宜 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啊 小狗 小狗 再来把侵蚀 感觉紫荆森这边又把局面重新打开了 金金一放 对面也是一把金金 剩下的就交给地府小桑没挂中 最长风的小桑挂中了 那这个局面还是人家对面先打开了呀 你这没没中小桑这个事就有点大了 一甲 一把单抽把观众方打成一万五直接送走 换那方就亏在亏在亏在这个地府身上 1 1 4 2 4 1 1 又沒有掛中 狂犬之蝎 冠杖锋主要是搏这把无魂了 如果能把无魂搏中的话 搏中无魂你也挂不中小死宝 你的问题住在地府身上了 这个问题就出在地府身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這個地幅太衰了 閃暴 那對兩方其實是有機會反點過來的 小死亡直接反點關掉放到什麼里 地圖呀 國標打的就是一個地圖 黃泉之西繼續搶一搶速度 對面也是一把黃泉之西啊 雙方地府手裡的靈緣還沒用過呢 稍後誰大堂先死的話 我感覺差不多可以換地廳 他們現在的節奏換地廳換的都比較的早 早早就把地廳的玩意兒給你拎出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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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蛇觸發 水聲槍在控大桃 射魂 小死亡 有渡截精神的 又降了下傷害 但對面毕竟是什么里面有青蛇 感觉 两下能破掉这个渡截精神 一下没有破 两下破掉渡截 然后宝宝再跟一跟 走你一千 差一捏捏 壁垒三百 再来个壁垒好像刚刚好 这个输出刚刚好 把关照方大桃给拿下 接下来渠户那边 要不要上帝厅啊 给关照方一些压力呗 在看 雷 这还不上帝听 在等点个什么灵吗 继续效力 地区该延长的也延长了 马上24回合又有新的灵源了 再回口 再延长一手 不绝空地服 官方这个王娘追魂 还是没有给大唐拿上 好难呀 我跟王娘追魂这么困难 对面青史有了地铁也有 这可能是个攻地铁啊 这东西说不准啊 九番青年罗汉也有 九番青年也有 但一个破血没人贴 什么灵再来一把青史 顶着罗汉关照方什么灵也打掉了 一千六 关照万象破163就可以 足够破163就可以 哎呀 这超级偷袭 超级偷袭 这闪来闪去的啊 那现在的偷袭是 他真叫偷袭啊 真的从背后打你一下 哎呀 这也说不出来个好一换啊 反正是 有一点 他确实现在比以前是剩时间了 以前打得多慢 现在超级偷袭直接闪过去了 那关照方这边 也是被来了一把炎落链 防止关照方直接去逆境 啊对面也在防 啊也在防 我都知道之上直接上帝听 趁着关照方有罗汉直接要拿化身色 我趁着有罗汉直接要杀化身色 上巨剑 靠着神木林的青蛇打破你的163 然后地听来补刀就可以 啊地听只要能能打到163滴血以上就可以了 神木来破163 关照万象 华城市没了 比赛也结束了 基本上现在就这样 差不多了就上帝听呗 没那么复杂了 双眼长送出来 那这个就结束了 结束了 慈航也只能救起一个化身色啊 这东西没有任何的作用 其他人身上都是有死亡状态的 你单单救起一个 单单救起一个化身色意义不大吧 把地听 女儿跟这个宝宝就都没了 可能另外一个宝宝也得没 神佑神佑也不行 女儿先倒地 再神 另外那个是4C的 7 再神 好像有东西 愣是一个宝宝没清掉啊 就是一个宝宝连神三次 感谢大家收看没有点关注的帮忙点 关注没有点赞的帮忙点赞 哎呀 拉比比拉谁 C出宝宝 剩下最后一个残血宝宝 感谢大家收看没有点关注的帮忙点 关注没有点赞的帮忙点赞 现在 哎呀 这不会要赞 不会要关注的 每回都结束了 要结束了 都很多人都看不下来了 以后还是得开口要 后边要不上 这一点 就是 把 您 看不久